哦哦 哦哦 那时候就好酷炫了 现在什么 冷冷的天空 当时我的人生的第一台电脑 要接网路线的时候 是 滴滴滴 从不正经问问题 从不好好聊天 你要怎么样 我就不怎么样 欢迎收听QQ虐自治 全网首当假正经的音频综艺 唱反调 嗨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唱反调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 巧克力小姐 过去的一周 我在约别人唱歌的时候 备受打击 我已经唱到变形 死活都上不去那个高音 结果来了一个杂场子 轻而易举唱上去了 好气哦 来帮我听听看啊 就是这一句 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 后面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 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藏寂 好气氛 唱这么高 她的优雅对着我笑 请问你是吃CD长大的吗 虽然我吃很多 但我不吃CD 但很多人都说 是吃我的CD长大的 这句话真的是没有毛病啊 就是我也是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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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开始这个听她的歌 长大的小歌迷 如果你还不知道 今天的这个来宾是谁的话 我就要表演一个胸口最大使了 没错 她就是华语乐探 极具辨识度的精灵戏女歌手 开嗓第一句就知道是她 是她 是她Angela张绍涵欢迎绍涵 哈喽大家好 和唱反调的QQ音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是谁 我是我刚没有讲吗 刚没有讲 我想说你在介绍我 就那个不讲了 就还 但还是索性 还是再继续讲一下 我是Angela张绍涵 是Angela最近的行程非常的繁忙啊 登上了新一季的歌手 然后一路追随各来的歌迷 都是哇 觉得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张绍涵 那为了应战呢 Angela其实在下一盘大棋 从民谣到异国风情 然后到京剧畅枪致敬国粹 可以说是72遍 每一遍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 所以我们很好奇 Angela私底下会经常听什么样的歌 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 逼了这么多大招 其实这些大招搞得我很累 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一次在舞台上 本来就是希望可以突破自己嘛 我反而不是抱着这种 跟其他的歌手们竞赛的 这样子一个心态去上这个节目的 我觉得我能突破的自己是什么 我又能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又在哪里 哪些不同的唱法吗 还是说诠释一个完全不是自己熟悉的音乐风格 那这一次真的就是在舞台上 我满足了一个这样子自己的一个心态 才愿意来上这样子一个节目 不然的话如果只是把它当做一个 好像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唱自己17年来都唱的这样子一个音乐曲风的话 那我觉得没意义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往后的一些音乐曲风 也能够再不断的挑战自己 私底下一般会听什么样的音乐 我其实私底下听的音乐比较多是爵士 对然后因为我很喜欢爵士的慵懒 然后那种很舒服的感觉 自己会觉得特别的放松之外 当然还是看不同的场合 然后会听不同的音乐 比如说我去运动的时候 我就是完全听Hip Hop 对就是画风一变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绪 所以我觉得音乐它本身的魔力就是这样子 那我自己也有听古典音乐的时候 我还会听一些这种Opera 对我都听我什么音乐都听 我是一个在工作的时候非常天马行空 但私底下的生活是一个很规律的女孩子 就是一个很反差很大的一个人 工作的我是随时都会有新的想法 我可能你跟我讲一个计划案 我可能就可以衍生出各种不同的一些新的东西出来给你 哇我觉得这样很好耶 但是会把自己很累到 会会很累 就是可能也因为自己的性格是这样的 所以就会特别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是希望很努力很认真的去思考每一件事情 非常感受到了这一次歌手真的带给我们太多太多的 我们不知道的张小涵 那这一次参加歌手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觉得特别好玩的地方 特别好玩的地方啊 应该就是当串奖人的时候 所以其实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做主持人 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其实之前 因为我们出道比较久的艺人 尤其当时在那样子一个环境 我们都会接触比较多 除了歌手之外的一些工作 包括戏剧也好啊 然后可能有时候还是代班主持也好 所以这一次的主持形式不太 就应该说这一次的串奖形式不太一样而已 好玩但压力很大 因为毕竟自己好像必须要去完成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又在同一个时间必须要完成 就会觉得特别的困难 因为当我在串奖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想到一丝有关 我等一下要唱的歌 然后我该怎么去表演 我该怎么样 就是任何有关我自己的东西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想的 我就必须在当下想着说 等一下我串奖我要怎么样子讲 我要怎么样把这一段话背起来 然后我要怎么样子让大家 可以在我的话题里面 笑也好啊 然后就是你要该怎么跟他互动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串奖的我 就是花很多时间在想这些问题 当然也很耗费我的嗓子 因为歌手你一直讲话的时候 是最耗嗓子的 对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同时挑战 但是又算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 在歌手之前 其实你在2017年的时候 也参加过一些音乐节目 也有一些很走心的翻唱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片段 是你跟腾格尔老师 互相翻唱对方的代表作 腾格尔老师用他的这个唱腔 翻唱了你的那个隐形的翅膀 唱出了那个草原style 甚至有点点古灵精怪 然后网友说这是什么隐形的天堂啊 钢铁之翼啊 你怎么看腾格尔老师 对你的那个隐形的翅膀的翻唱 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逗 然后我觉得真的也给了这一首歌 一个完全不太一样的生命 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是因为这首歌原来就是希望大家能在需要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更多正面的影响力 然后没想到听到那个腾格尔老师的这个版本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觉得 有点放松的感觉 就是它是一个完全不太一样的音乐曲风 同时你也会觉得 喜欢喜欢他的人啊 或者是喜欢我的版本 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 应该怎么讲 音乐的魔力吧 对因为音乐可以带给他不同的生命 不同的影响力 所以我觉得很好 江少涵版本的天堂也是非常的厚重大起的 网友表示想听少涵用腾格尔老师style唱他的天堂 蓝蓝的天空 轻轻的湖水 好那可以了可以了 非常非常的有详意 我们再来听一首少涵的歌 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要听什么歌 你可以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吗 如果再来我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的话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不害怕好了 不害怕 为什么这是这首歌 因为其实我觉得不管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话 我们都需要有一种不害怕的精神 你才能去突破一个现有的自己 所以我觉得那个突破很重要 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更不一样的自己 所以在做每件事情的前提都是我们需要勇气 我们要有一个不害怕的精神 欢迎回来这里是唱反调 我是巧克力小姐 本次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带给你很多回忆一下的Angela张绍涵 接下来的这一趴呢 我们这个收集到了很多粉丝的提问 那今天呢Angela本尊驾到 要当面来问出一个真实的 你可能往常都不太了解的张绍涵 我非常好奇就是 你自己觉得在大众眼中的你和真实的你 相差最大的一面是什么 好像没有耶 因为OK如果以路人来讲 他可能比较难看得到我生活很细精的一面 你是很细精的那种吗 对 但是粉丝都很了解 因为粉丝常常关注我嘛 所以我私底下跟我在舞台上其实没什么不一样 只有唱歌的时候特别认真的当然不一样 但是就是说我可能私底下的自己 我有时候会有一些 live的播出的视频的时候 我都也是这样我都不太管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做最真实的自己是最好的嘛 那但对路人来讲可能就是一个 哈 张绍涵是这样子吗 会有一些 一些些反差 很多80后90后的歌迷特别怀念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你们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 然后你现在也是脱离了传统的唱片公司 然后自己也参与到了很多专辑的制作的环节 所以你觉得从音乐市场从过去到现在 有哪一些改变 然后歌迷所怀念的所期待的华语音乐的黄金年代会重现吗 这个问题好专业的感觉 唱片就像是流行一样嘛 就是还记得可能我们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流行的服饰是什么 然后过一阵子它又不见了 然后可能下一轮的时候 然后它又回来了这样子 我觉得音乐的环境就是如此 它没有办法不见 但它可能在以前那个年代的时候 它是相对来讲 我们人生里面没有太多选择里面的一个 能够去体现那个年代的一个环境 所以那个时候我应该是说 我们的世界变化的太快了 那这么多年从以前好像那个环境 每出一张唱片 大家的注意力就都会在这张唱片上面 一直到现在可能 哇有几千张唱片每天不断的上线 所以那个注意力就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个环境 这么单纯 有一点怀念当时还是 就比如说某一位歌手出唱片的时候 哇那一整个月全都是听到它的音乐 这样子现在你要讲这件事情就特别特别的困难 因为现在很多事情可以关注 关注流行啊 关注世界的一举一动啊 所以你不会真正只把心思只放在音乐上 明白 所以我们大家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对我们就有那些很爱音乐的音乐人 就是还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希望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自己理想中的音乐 对所以我觉得像我也是其中一位 我也会觉得希望可以在这样子一个大千的世界里面 我们还能让大家听到我们自己心中觉得可以影响别人的音乐 真好坚持做音乐 然后给很多的朋友带来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嗯嗯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 将来不为大众所知的一面 你其实是一个电子产品的发烧友 最新最潮流的电子产品都有涉猎对不对 对 而且我涉猎的那个应该是说不只是美容电器 应该是连家电都有 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酷的电子产品 或者是还有一些很酷的功能 我其实我比较喜欢家用的产品是那种 就是你一进来家里全都是智慧型的 对 就是你完全不用再手动 那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环境 然后我是那种 就算未来再变得特别的机械的话 我都能存活的人 因为我一碰就知道怎么用 你不用去看什么说明书 我就是碰一碰就知道 比如电视坏了我可以修电视 然后什么东西坏了 我大概摸一摸就大概知道怎么用 然后哪一个线路要接哪一个线路 然后才能播什么东西 我大概就我也不用看我就是知道那个逻辑 对电子产品很发烧 或者说对这些智能家具也很想去尝试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市面上自己很想要急切实现的一些功能是什么 就他们可以自动来帮你完成的 化妆 那化妆师都要死了 是不是因为每次化妆就特别麻烦 有很久 对呀 我觉得就是如果化妆可以再快一点就好了 化妆师默默的哭了 好接下来整个话题 小韩是非常的爱旅游 环游世界是你正在逐步要完成的梦想 而且定形成这一些事情都安排的非常的妥贴 有粉丝又问了说如果不当歌手 下面几个职业最想选择哪一个 第一个是旅行美食博主 写旅游和美食的攻略 第二个是程序员 开发好玩的3C产品和APP 第三个是美妆时尚博主 教大家护肤美妆和衣服穿搭 三个都有好了 这么贪心你会只选一个呢 旅行 写游记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还挺羡慕这些博主 就是他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早期我们哪有这个环境可以做这件事情 对现在就是网路太发达了 然后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也不用这么麻烦 我还记得当时我的人生的第一台电脑 要接网路线的时候 非常麻烦 是 滴滴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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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知道要接要上网是一件多难的事情 你为什么学得这么的像 然后 然后每天就是要上网的时候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叫ICQ的 就是唯一的一个跟朋友互动的一个软体 对 然后你在那个ICQ的环境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我的帐号是什么好可怕 然后我还记得每次要收到讯息的时候 哦哦 哦哦 那时候就好酷炫了 现在什么 太炫了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 还是很想做这个旅行的博主 对 然后现在因为有机会可以去做很多自媒体的平台 去跟别人去分享 对 然后你这个看到什么就马上拍了就发了这样 我觉得特别的好 这也是得益于现在这个网络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对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 自从歌手张绍涵的这个高光走红之后 恒词的呼声非常的高 讲说 是不是有机会来一个美妆直播 就如果你要那个化妆师你化妆的时候 就直播一下 好像也可以哦 哈哈 好像不行就是要先化好一点点 然后再够塞在那个上面添什么腮红 哦 对对对对对 就是对啊 反正女孩子讲到这种就是美妆的事情 好像都有讲不完的话题 嗯 对我也是 就是我也特别喜欢一些保养啊 然后我自己私底下也是那种会去研究很多保养 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对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这个问题 你在这个潘多拉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百变天后的称号 那个时候有没有现在特别想毁掉的一些造型 嗯 可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我的造型还蛮酷的啊 对对对是对对还是很可爱的啊 只是有时候你自己在看的时候就觉得我的天哪 怎么这么怎么 怎么 是讲萨马特吗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 在自己这样在看那个时候自己就觉得很好笑 嗯 可是当时确实好像也蛮流行的 所以就这样吧 那种青春嘛对不对 对啊对对 Who kills 哈哈哈哈 现在其实我们看到你在这个纯粹remix 这些巡回演唱会上的造型 还有歌手上的造型都非常的惊艳 然后也很多元化 所以你现在对你唱片演唱会时尚风格的把控 包括日常穿衣服的这个搭配 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我我自己日常就是喜欢比较舒服 对我不太喜欢弄得很夸张啊 呃就是感觉好像要上舞台的感觉 今天这样是不是就是很休闲的样子 其实还蛮休闲的 对就是短袖加短裤 对就是我如果可以让它很休闲 我就尽量很休闲 那如果我自己去做一些 呃比如说我来见朋友啊 当然还是会稍微精心的打扮一些这样子 那自己私底下比如说也没要干嘛的话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一套一套的系列 就是你让自己越舒服 然后布鞋越好 然后或者是牛仔裤就是很简单 那造型如果每一次上舞台的话 我当然都还是觉得你要有些变化比较好 因为有些变化的话你才不会太无聊 嗯对 就是给观众会有一些新鲜的感觉 对 其实观众其实看的就是新鲜感 对对对对对 现在都是要这样嘛 就是就是也必须不断的满足他们这样 但是其实我自己也尝试的挺开心的 因为我也不太喜欢就是一成不变 对 你只要在尝试外才知道哪个种是最适合自己的 对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 你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说过 觉得江少涵的人生过得太辛苦 因为你入住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 所以这一路走来 其实大家都特别惊讶在你在人生难题面前的坚强 还有自我修复 觉得说没有想到你能活得这么的正能量 所以除了你的性格当中 不屈服不服输的一面 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支撑你一直 灵雨一直走走到现在 其实在歌手的节目里面 我们每次都会有赛后跟赛前的一些采访 他们也会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觉得说 就是可能看似我是一个 比较弱不禁风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可能对很多事情 没有像他们想象的就是 哇你是这么坚持的一个女孩子 你是这么勇敢坚强的一个女孩子 那他们也会同时有一个问题 就觉得说那你有柔软的一面吗 对 其实我觉得我的柔软的一面 就是跟我自己家的狗狗的时候 或者是跟我自己爱的人的时候 我就 这一面当然就会比较容易表现出来 比如说可能就是 跟狗狗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 可能会乱讲话呀 然后 讲自己也听不懂的话 那个时候 那个是我觉得的一个柔软的一面 或者是跟自己爱的人的时候 那个柔软的一面 我当然不可能每一天都是 跟着观众撒娇吧 也特别的奇怪 那 那 我 为什么是 这样子一个自己 其实我觉得 我没有必要把一个 脆弱的一面 每一天都 在观众面前不断的表现出来 因为 我可能也不是这样的性格的一个女孩子 就是 我觉得现在的女孩子 越来越 强大 呃 包括我们能容忍的 跟 呃 我们能 能做的事情 特别的多 对 她就不再是一个 好像 既有既定的印象 对 对女孩子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这个 时代的改变 然后再来就是说 在这个时代的我们 能做的事情 事情 远远超过 以前的那个年代 我们必须要 好好的利用这样子一个年代 给我们这样子 一个机会 呃 所以我不太有太多的时间 是这种 自怨自哀 嗯 我不太喜欢这样子 因为 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 都是要给未来的自己 所以如果 你不断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的话 那你又怎么能 能看到一个成长的自己 你又怎么能 活的 比过往更好 对 所以我 我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因为我觉得 一切都是 都是 我们现在的努力 一切都是为了 为了未来 以后 的生活 正好 我也受教了 嘿嘿嘿 真的真的真的 呃 你在上歌手之间 其实很多的一些乐迷 你喊话说 张少涵请再红一次 喊了很多年 那今天在我们QQ音乐 唱反调的节目当中 你想来怎么回应 他们这些话 嗯 其实 因为可能我 呃 就是 我看外界 其实有很多 对我的一些 呃 误解 就是比如说 少涵他是不是 停了三年 然后 没有出来 其实 实际上 我只有停了六个月 然后 呃 就是还有很多的事情 其实我不太喜欢 去做解释 然后我也不太愿意 跟 跟 媒体 不断的 放一些消息 因为 可能我性格的关系 我不希望大家 模糊了 我努力的一个心态 因为我 这么多年来 其实我都是 这样子一个 一个方式 在工作的 包括 我对于我的 专业的 领域的 一个 努力跟付出 我不希望 他是因为 哈 张绍涵赚了多少钱 张绍涵 因为什么什么事情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而去 去模糊了这些 我的努力 所以我不太会去 跟 跟媒体放话的 原因就在这里 我也不太 喜欢 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过程 去告诉大家 哈啰 你看我每天都在新闻上 对我不太喜欢 就是 反正我都是在做事嘛 那我做的事 就是 我也不需要 一定要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 过去的自己 我觉得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 整个环境变了 然后以前可能 你只要做一点事情 全世界都会知道 可是现在可能 你要花更多的钱 你才能让大家看得到 你在做某件事情 对 比如说发唱片也好 这些事情 你要花 比以前 多好几倍的金钱 你才能让 所有的观众看到说 张绍涵发片了 还是某某某某 谁谁谁发片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知道 这个环境在变 我们也很清楚 就是说 现在的歌手 或者是 艺人 特别的多 对 红不红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好像已经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人生的一个循环 就是 嗯 你不可能一辈子红 然后你也不可能 一辈子倒霉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看这件事情 我看得很 很透彻 我很清楚 这件事情 嗯 当然我也很 很 很感谢就是说 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 就是 他们会觉得 Andra 你一定要怎么样啊 我很希望看到你怎么样啊 这是 这是出自于他们爱我的 心态嘛 嗯 对 所以我 我也开心的就是说 我 我能够成为 他们在某一个阶段里面的一个 青春的回忆也好 又或者是进行事也好 呃 我觉得我都 都特别的感谢 因为 我们在做音乐 在做艺术 我们就是希望 你可以在 艺术的 音乐的环境里面 你不要只是一个流行 你可以变成是一个精神 那 我就觉得 这17年来 至少我不是 我就是 就对好像 就不是那种 至少我出来一两年 大家就不认识我了 对 至少我留下来是一个精神 而不是一个流行 正好 新专辑在准备当中吗 就是很多粉丝关心的问题 呃 新专辑我 其实 从去年就开始一路都有在筹备 嗯 但我还是觉得 如果音乐 我还是没有办法收到很好的音乐的话 我不会 很 很 随意的就 就出唱片 嗯 对我还是希望我可以 真的有一些很好的作品 好 演唱会有没有计划 呃演唱会当然有 就是因为演唱会 去年其实 整个效果 还有 呃 很多就是收到很多朋友的支持嘛 好 所以今年就是有好多的一些演出商 我们都有谈在接着下来的演演唱会 嗯 就是希望看到一些很棒的一些企划案 然后 我们在 在 筹备的 的时间 应该会是在今年希望 还是可以继续再做一些演出 好我们期待一下 长沙应该要放一站 哦 对就是 当然 对就是 希望呃 我都可以去好多不同的地方 QQ音乐超反要 超 超反任务 今天呢给张秀涵准备到的超反任务 其实是我非常提醒给大家准备的福利任务 都知道 Angela之前是演过很多年的偶像剧 嗯 然后呢今天我希望你可以在节目当中 给我们来重新念一下当年的那个 经典偶像剧当中的台词 OK 有三段 三段选一段就可以了 你想选哪一段 好啊 嗯 你想选哪一段 好像都可以欸 欸我喜欢 有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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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的 搞笑 公主小编那个比较搞笑 欸可是我自己有私心欸 欸怎么办 那你 是不是我不能有私心 你不要啊你可以啊 我都可以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海同弯恋人 好 就是因为当时是我 那个是我第一个喜欢上你的偶像剧 哦 OK 好 哇现在念跟那时候念应该很不一样 在我心里有一柱山 仿佛只要走到山顶 伸手就能碰到天上的云 俯瞰全世界 但是我想自己一个人 走到山顶 一个人也许很孤单 但是只要有你们的支持 一天边 会很勇敢的走到山顶 和你们一起俯瞰全世界 哇 我现在念就没有像那时候青涩的感觉 那时候真的很青涩 对不对 是是是 不过我今天也很开心 就你在我面前给我念这一段 真的你知道 就人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机会 我那个时候在电视里面看 现在在我面前 我的妈呀 呃 除了歌手张绍涵 其实大家对这个张绍涵的这个 演技的呼声也很高 讲 最近有没有什么参演电视剧的计划 剧本对我来说很重要 就是因为 就因为大家对我的期望高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能随随便便就是 嗯 挑一个剧本 然后就就就接戏 呃 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我也希望就是说 接着下来的的剧本 也是至少有些突破 然后 呃 至少剧本的剧情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遇到一些好的剧本 然后 当然一定有可能 就是 戏剧的部分 好的 我们先还是期待一下演唱会 好 和这个音乐的部分 还有你在歌手楼盘上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更多精彩 好 特别谢谢少涵 今天接受我们这么长时间的访问 谢谢你做的QQ音乐唱反调 谢谢 我们最后一首歌放什么呀 嗯 嗯 最后一首歌啊 嗯 我想想看哦 哦 那不然就放全面沦陷好了 OK 好 是一首比较甜的一首歌 然后就让我们甜甜的结束 好 今天的采访 又到了我们固定环节 猜猜下气来宾的时候了 因为他的声音太特别 感觉大家会一下就猜出来他是谁 在这里呢 巧克力想要交给大家一个关键词 一个关键词就好了 就叫做魔鹰 赶紧来听听他是谁 哦 我就是那个造造造造的 嗯 嗯 你脱掉此人的外壳 有话也能好好说 你可以靠近我一点 你可以舍不得眨眼 如果我们统论 也 dying 全面沦陷 visited my face 这个筍去都闭掉 我都用的